你这个裙子真大 你的口红占到牙齿上了 欣娜和赵丽颖一个是演员一个是主持人 两个人出示于2011年新环主格格团队 拘快了大本音的宣传 熟识于2015年偶像来了 说来搞笑二人的友谊啊 萌芽启示于明星们最怕的撞衫 撞衫不可怕谁愁谁尴尬 大概两三年前郭老师迷上了穿大牌 当年他身穿固齿的针织衫和洛涵撞衫 洛涵正确诠释了这件V领的王子气息 而郭老师呢 则把这件充满时尚感的衣服 硬生生穿出苏大牆的气质 不过辛娜和赵丽颖不同 他们的撞衫却撞出了不一样的兄弟情 辛娜与赵丽颖曾经一起上过向往的生活 他们俩在那一期节目当中 互相喊着对方大哥跟二弟 叫得那叫一个开心 两人聚在一起充满了欢乐 二弟 大哥 二弟 关于这个称号呢 还有一个小故事 两人一次在机场 他们刚好穿了同一品牌的衣服 仙娜是金色的 赵丽颖是银色的 从此之后 赵丽颖就成了仙娜的二弟 熟悉以后呢 仙娜忍不住对赵丽颖吐槽 二弟虽说咱们是好兄弟 但也犯不着我穿什么 你就穿什么吧 最后好不容易不撞伤了又撞了品牌 二人哈哈大笑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 化解了所有的尴尬 仙娜产后首次复工亮相 就在快大大本营的直播间 把赵丽颖请来了 在直播间内 她也坦言 要谢谢赵丽颖跟张绝一起拍MV 又风尘仆仆的跑过来 参加仙娜的回归首秀 最近都在忙着为仙娜的事情奔波 把所有的事情都推了 拍了那个 MV的 真的更好的那个 JMM JMM 那个一个是拍了 还有一个就是 今天又风尘仆仆的跑过来 加入我 回归首秀 回归首秀 但是在一次节目中 谢娜问赵丽颖借钱 还没等谢娜说完话 赵丽颖就把电话给挂了 留下谢娜在节目现场 独自尴尬 谢娜生孩子的时候 赵丽颖曾花大价钱 买平安锁送给谢娜 直到谢娜生下了双胞胎 赵丽颖又去买了一把锁 其实能看得出 赵丽颖确实不抠门 后来谢娜问了赵丽颖 为什么不接我钱 萧丽颖笑了笑说 我知道你根本不会穷到 问我借钱 虽然朋友之间 谈到钱的问题会很敏感 但是赵丽颖的这个回答 也是委婉地回答了 辛娜的问题 但是呢 网友还是猜测到 事情肯定不是那么简单 要么是辛娜借了没还 还想再借的时候 就被赵丽颖给直接拒绝了 要么呢 就是赵丽颖知道 辛娜爱贪小便宜 所以直接拒绝了 还有网友说 两人只是塑料姐妹花罢了 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娱乐圈 有真有勤在 那么看完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来留言哦 咱们会的是人民币 他们家就是这么样赚便宜的 他们家就是这么样赚便宜的 他们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吧 包文静实在是太计较了 要我都不好意思提醒 我就说已经收到了 我把张杰的那个微信推给你 你去管杰哥邀请我 这是什么东西 ゆ来